《市场晚报》的记者昨天晚上来到了余杨的家中 余杨的妈妈周莉流泪说道 孩子真的不容易 四年的苦和泪 而现在全都白费了 余杨从小就很听话 倒对了也是 我不相信她会自作主张 我希望官方能用一个好的解释 不能让女儿就这么遗憾地离开奥运